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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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的是馬扎爾 對上不列電的一場對局 也在我們的阿拉伯 一個是馬國 一個是老牌的公兵國以射程著稱 還有我們的馬扎爾 以輕奇的特性著稱 遊戲開始之前 我們依然來看一下馬扎爾的文明特性 騎兵文明 他第一個特性就是村民一級就可以殺死狼群 這個在某些地圖上還算是蠻有用的 例如像以前有出現過的這種類似掏金草 在你往對手最近路線的直線距離的時候 會有蠻多狼的 這時候你的村民可以一級殺死狼 可以節省你不少的時間 那當然大部分地圖 這個特性不會讓他是 就是有有特別的什麼大幫助 就反正狼群這個東西 大部分地圖不會特別惡意弄很多狼 你可能偶爾遇到一兩隻 那這個呈現的效益就還好 尤其阿拉伯 比較不能體現這個優勢 那馬扎爾還有比較不錯的文明特性 就是他的鍛造技術 也就是近戰一攻 是隨時代免費送給你的 例如像你的封建時代 別人封建時代照赤猴通常不會拉那一攻 但馬扎爾不一樣 你只要生赤猴封建時代 就多送你那一攻 比如說你在封建時代赤猴就是 4點攻擊力變3 那你在圍毆對方斗力兵的時候呢 就會更有效益 就是通常我們三個赤猴 唯一個槍槍兵就是賺 那馬扎爾會更賺 就是他打前期的話 對手如果不出更多長槍兵 他赤猴要是有辦法造成你威脅的時候 會相當相當的麻煩 就多這個免費的 這個近戰一攻還是不錯的 而且其實到城堡帝王 也都可以免費加攻擊力 多省一點資源啊 也是算搶一個timing的攻擊力提升吧 再來的話 赤猴系列就是青旗系列的造價 是15%比較便宜的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馬扎爾 赤猴青旗匈牙利便宜15% 那再來就是他的特殊單位是馬扎爾票旗 那馬扎爾票旗的話呢 就真正的肉馬 那一開始他需要10點黃金 不過你只要研發科維尼安軍隊之後 他就不用再黃金了 就等於他只要80肉 那跟原本赤猴造價是一樣的 那以同時代的城堡時代的赤猴來講的話呢 就是青旗來講的話 你看原本吃青旗是60血跟7攻 那他是70血跟9攻所以 確實是高蠻多攻擊的 不過因為馬扎爾在 就是他馬扎爾的那個文明特性的關係 他青旗系列便宜15% 那我這應該不會包含那個馬扎爾票旗 所以 呃馬扎爾在升這一條線的時候 當然他會獲得比較便宜的造價 那他那你造馬馬扎爾票旗是沒有 不過這個系列就能力比較高嗎 他升到精銳之後還有10攻跟85血 對阿力青旗的話呢就75血跟7攻 那你就自己看著辦 但大量生產下應該還是 尤雅利青旗造的比較快 因為你畢竟要造馬扎爾票旗 你還是要有一定數量城堡 才可以爆爆出那個數量 特殊科技的話銀罐金罐 分別是我們的馬扎爾票旗 不需要訓練黃金 我們剛剛就是不需要花費黃金 我們剛剛講過 反驅弓馬公射程加1 跟攻擊力加1還不錯 那就也有安息人 所以馬扎爾完全也可以打馬公 然後不公式也加2 馬扎爾看起來是奇兵文明 不過他不公式也給你加2 然後那也可以打馬公 當然跟奇兵也是有關係啊 那就來看一下吧 科技部分射箭廠 火槍兵沒有之外呢 射箭廠的科技也是一應俱全 奇兵文明啊 弓箭廠還是蠻蠻可觀的 就基本都可以玩 軍的部分也是 然後幾乎也是全科技 所以馬扎爾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文明啊 也算是 我覺得也算是新手 蠻可以去玩的一個文明 因為馬扎爾的特性其實不難理解 而且你都基本用得到 馬舊的話呢 當然奇兵文明嗎 那也是都有 這可以看到很罕見 就是射箭廠軍營馬舊的科技都 根本上是完整的 就你要打什麼都可以打 工程所的話 當然是沒有火炮啦 不過該有的也都給到 兵工廠少了三級的步兵獎 略嫌可惜 不過什麼都可以打的情況下 在城堡之前應該也都還算是 不錯強勢的一個文明 那到帝王時代也可以利用 他自己特殊的親奇去做一個持久戰 所以還不錯 再來的話就是修道院 沒有救贖思想 大學科技的話 少了躲牆跟建築學 那這兩個比較 比較會常用到的科技啊 那躲牆其實也不常用到就是了 躲牆好像大部分人都也就是 真實強就很了不起了 這躲牆也是蠻少人去研發的 那兩百十五跟一百目其實也不是很貴啊 只是好像就沒有特別會去用他的必要 就在單挑局的時候 除非真的對方 你是真的需要防守對方強力的工程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研發一下 那科技部分就少了二級彩石 還有這個工會制度沒有 這是我們的馬扎爾 我來看一下不列顛 看一下他的文明特性 不列顛在城堡時代開始 市政中心的木材就便宜百分之五十 在他在就是等於說他在城堡時代造TC 的木材花費真的是降低蠻多的 你就造兩個TC 等於是就省了百分之一百的木頭 那剩下木頭可以幹嘛呢 拿來生你的射箭場 或是拿來生你的工兵 就是不列顛在打工兵上的一個優勢 還有他的布弓 這應該大家都會知道的 好最最多人要玩不列顛就是因為他的射程 就是在城堡時代的時候會加一 然後在帝王時代總共會加二 所以不列顛的工兵射程真的是蠻噁心的遠 好再來就是他一開始牧羊人的工作速度 也是採羊一開始快百分之二十五 這可以讓他在前期升級的時候呢 採集速度的效益是特別的好 因為一開始畢竟是以這個羊的食物為主 當然你還有豬還有鹿啦 不過羊一開始也是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哦 好再看到他特殊單位是長工兵 但長工兵說認真的在不列顛的對戰裡面 我不認為出現的機率到特別高了 因為大家還是習慣從那個 射箭場去出單位然後升那個強弩這樣 就不方便出啦 因為長工兵還是要靠城堡去做生產 特殊科技的義勇騎跟戰狼號 我們曾經也看過戰狼號造成的 蠻大的效果的 還可以造成一個範圍的爆炸傷害 戰狼號還不錯 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去用他的 還有他的義勇騎 故宮射程可以再加一 劍塔攻擊一加二 還有他射箭場訓練速度提升20% 這也是為什麼 不列顛其實 就算不列顛長工兵看起來是蠻特色的單位 但不列顛玩家也不是很常去用長工兵啊 好啦真的就是兩邊的簡單文明特性的介紹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兩邊的一個戰術選擇是什麼囉 前期一樣我們就先略過 旁邊的這個發展部分 一樣都是正常的配比 然後看到看兩邊是地底村上風吧 不列顛優先先造了軍營 應該會出民兵上去騷擾囉 首先採取民兵攻擊的策略是我們的不列顛 目前兩邊都到18村 所以我們看一下馬扎爾這裡 馬扎爾並沒有補上軍營 那蠻大的可能也是有可能就直接打肉吧 畢竟就是馬扎爾最優勢的封建兵種 多那一攻真的差蠻多的 你就少那個150食物的花費 你看150的食物你大概可以造 壞兩隻的赤猴了 所以想說那個免費送的科技真的很強嗎 真的蠻強的 就在前期會特別的明顯 當然不列顛這邊出民兵也是馬上被馬扎爾看到意圖了嘛 那就看馬扎爾前面是立刻就拉下牆壁 而且都是先拉斜再說 有沒有先拉斜再說 不求馬拉直接蓋完 正面纖維的情況下 民兵要繞蠻久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還好 馬扎爾這裡是順利的就已經點上封建時代 不列顛雖然稍微晚了一點 不過也是二十村就點上封建時代 而且不列顛這邊並沒有極限選擇三棒棒 就是兩棒棒而已 兩棒棒的話就對食物的負擔會更小一點 也不用再多採那十個黃金 因為如果你要造三棒棒的話 通常是你要造三棒棒之前就是會派村民過來多採那十個黃金 兩棒棒的話就是我給你一個基本的錢壓的壓力 但我也不至於說 就是花費太多成本在造這個民兵 即便是如此你看兩個民兵進來 馬扎爾這邊一樣防範性的還是得上他的木牆 你也不可能說我就省掉 你沒有民兵你還是只能這麼做 多少還是可以干涉對手一點點的發展時間 造個木牆 還是要轉身花那個木頭 還要建造時間 還要浪費村民的慘忍 高手對戰裡面這個時間 時間差的那個 就是資源採集的效益都還是 慢慢的堆疊起來了 那你當然說 是不是這樣他就會輸那也不一定嗎 就 吃一帝國也不是 就是像這種 像這種事情就還好 沒有真的把他村民殺到什麼地步 要這樣就輸掉也不容易 就是真的會稍微前面會干擾一下 打亂對方的節奏 可是 這種未接的比賽通常就 習慣了 我覺得你打久就習慣了 反正這個時間點 看到民兵過來你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覺得很習慣這件事情 那馬扎仔這裡 他沒有彩黃金欸 他沒有彩黃金就直接下射箭場了喔 他是不是要造毛兵呢 就是反正我會給一個遠程單位 或者是就造幾隻工兵就好了 沒有他就果然是造毛兵 因為他沒有他並沒有去下那個金礦 沒有下金礦你去造弓箭手 大概造不了幾隻 那就直接就出毛兵 而且還剛好康特康特這個不列顛這邊 要出這個射箭場喔 射箭場的意圖就 弓箭時代打小弓 畢竟不列顛啊還蠻好猜的 不列顛這種這種文明 他不打工兵也是概率極低吧 因為 刺激二二你文明也是自己選的 啊你選不列顛然後你玩奇兵 那你幹嘛選不列顛 對不對你一定是玩工兵 大部分啊不是說一定就是 其實刺激二二也是 他有一點比較特別就是 反正他文明的大部分特色都 就是大部分的機制都差不多一樣 大部分兵種也都一樣 大別就是在每個文明的特性會不太一樣 然後或者他UU不太一樣 那你就理解完這個特性之後 其實不要差距太大的文明 只要科技線都夠完整的情況下 你愛打什麼都可以打 也沒有說一定我工兵國就 一定要玩工兵這樣 那你也是可以玩不同戰術的 就像之前圍巾 經常也有很多比賽 圍巾也是打騎士也是打的 打的一個打到對的timing點 出了對的單位也是可以 打出不錯的成績哦 那看到了不列顛 工兵就直接往前壓 馬扎爾這裡 看一下哦 馬扎爾這裡就好像 基本就沒有什麼在報單位 就少量的單位在做 做防守 這根本就只有跟他生那個 跟他那個毛兵而已 三個毛兵 這個布公應該可以阻止 但這裡的獵人 喂喂喂喂喂 這個 變靠太近了吧 好來 毛兵出來 應該還可以殺個一村吧 沒有問題 非常大膽哦 對方工兵來了 這個村民還是往這個地方 繼續的採集 好前面也放了一 在前線也是放了一隻偵察兵 在看對手的戰術意圖 那馬扎爾因為已經有毛兵的關係 不列顛這個時期的工兵 大概也蠻難佔到優勢 因為封建時代打小弓的這一方 雖然攻擊的主動性是比較高 但只要對手出毛兵之後 其實 也不是那麼好打下來 你看 還是很容易把對手的工兵給解決掉 不過現在分數一看 不列顛還是站上風比較多 他的單位軍事單位確實 分數會比較高一點 工兵 毛兵 還有一開始的民兵 一開始殺了 兩個村民了吧 把這邊殺一隻然後 哎 應該一開始民兵沒有 那應該就殺這一隻而已 所以 村民術大概只有落差 目前是落差兩隻 落差三隻了 怎麼落差三隻這麼多 我看一下這邊有紀錄他的村民擊殺數 我有點忘記了 他殺了兩個 然後 綠色這邊死了五個 嗯? 馬扎爾殺了五個 哦對啦 馬扎爾殺了五個 他殺軍事單位 沒問題 好啦那總之不列顛這裡 所以 一路前壓過來也是迫使馬扎爾 要在邊界去 拉上牆壁來做防守 這邊還放了少戰掌握視野有沒有 確保對方的那個軍隊的位置 因為馬扎爾這個封牆其實封得蠻廣的 非常遼闊的防守線 馬扎爾這邊應該是要打防守 拉 沒有在這個時候跟不列顛去做廝殺 應該是確保經濟為主 這分數雖然差的快一百分 但其實還好啊 那只是 就是一開始這個不列顛生比較多軍事單位的 關係然後 有 騷擾一下有點小成功 不過沒有到差很大 因為只要把這邊的單位殺掉的話 一樣馬扎爾分數應該就 基本會扳平或是有點小反超 ok 馬扎爾有這麼多的毛病 然後 赤猴在這邊還是蠻反的 先射掉那這裡不列顛就 攻兵全死光 那這裡就剩下毛病了 那數量上還是 有落差這邊應該還是打不贏 你看這裡打完之後就分數反超嗎 就差不多 就是就這個情況 只是那些軍事單位在贏分數而已 所以前期的這個不列顛的進攻沒有到 沒有到很成功 不過還是讓馬扎爾去花了一點成本 去做反防守 現在看起來 封建時代的戰爭 就準備到這邊搞一個段落了 因為兩邊已經是點上城堡時代 也在研發當中了 看到馬扎爾這裡 進度已經來到百分之六十 已經拉下了零鎧甲 這代表著他等一下準備要升騎兵了 騎士 馬扎爾已經下了馬就 所以等一下要轉的單位就是騎士 因為看馬扎爾並沒有投資任何的工兵 他就是以毛兵 先防守不列顛這一個工兵的錢壓就夠了 不列顛這邊當然還是要持續的去 生產他的 工兵嗎 他這邊直接下兩個射箭場 就是確保他的工兵數量可以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我這樣數量夠多 等一下上層的時候可以直接升弩兵 讓進攻壓力可以更大 因為工兵到弩兵的話 那個強度的質變就還蠻高的 馬扎爾也是下了雙馬就了 雙馬就等下一上層應該也是直接就攀騎士 是哦 你說 比式生產中 然後直接拉連拉了兩個奇兵防禦 練鎧甲也拉上去了 非常重要 對抗工兵 遠防就是先拉 就是防禦先拉了 然後等下二加二就四點防禦 那不列顛等一下就會直接點上他的 這個 弩兵 雖然之前版本有稍微調貴但 你們看到現在其實應該也不會覺得 弩兵就有什麼特別弱勢吧 你該玩的還是得升啊 ready ok 那不列顛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特性 還是講一下啊 就是他沒有拇指環哦 他的工兵線是沒有拇指環的 對他只能他只能升那個彈道技術 沒有拇指環少了一少拇指環是 稍微的比較吃虧一點不過 因為他射程已經夠強了 也不能再給他拇指環也太太猛了 好了馬扎爾上層之後看一下 直接開了 一TC 先開一TC 我確保自己的經濟 看一下哦 然後 不列顛這裡下了也是一TC 那馬扎爾這邊騎士要進來騷擾 但不列顛的弩兵在家裡防守的數量還是不錯的 而且前面也還分了一個小軍隊 在這邊殺對手的村民 馬扎爾這裡村民也是受到不少的騷擾 不列顛 兩TC 馬扎爾也是兩TC沒有問題 那不列顛依然是以他的弩兵做主力 馬扎爾持續在升騎士為主 然後也是 他只要拉防禦就好了 因為他進攻就是免費送 這就是馬扎爾 打騎士的 戰術的時候會特別優勢的時候 就是初期啊你看 城堡初期 他直接就十加二攻擊了 不列顛的工兵這邊甚至也沒有拉防禦 不過確實也沒有什麼必要 反正被貼上死也是死很快 一般來講玩工兵戰術 如果對手是出近戰的時候 也不太會去出那個遠防 防禦會不會先點 只要有先點那個射程就夠了 八點射程 不列顛看起來也沒有 也沒有感覺要回去防守 然後馬扎爾的話也沒有想要在這邊 跟弩兵做牽制 騎士是覺得我應該要先去進攻對手 繞開了不列顛的主力單位 騎士是往不列顛家裡感覺要做招呼 或者是他要劫後援 因為像這種你被壓在邊界 而且是工兵的戰術的時候 你是可以把騎士拉到後方去劫後援 因為他補給線應該還是從後面過來像這樣子 哦但不列顛已經出了生女了 看來得及感化一隻殺了兩隻 哦不只好像感化蠻多隻的 哇 感化蠻多隻哦 還是他有在出那個騎士 應該 剛好像不要感化感化一隻而已 沒有感化很多隻感化一隻而已 剛剛顏色混在一起 哦這個馬扎爾這個騎士進來 感覺不列顛家裡的防線有點舒服掉囉 沒有防下來 然後不列顛這邊是感化一隻之外 自己也有一隻嘛 你看這工房能力不一樣 還好他還有感化再感化一隻 這裡馬扎爾這個進去殺的村民還是蠻 蠻爽的也是繞了一圈 讓不列顛稍微收了村民 但不列顛這些弩兵也沒打算回家 反正在這邊居屠殺馬扎爾村民 正對手在兩線操作的時候 可以稍微去 偷一下村民 減少兩邊村民的差距 但其實現在不列顛的村民其實還是比較多的 63村對54村 不列顛也直接就上到了3TC 那也是仰賴他的文明特性可以減少木頭的消耗 馬扎爾拉了大量的騎士過來 要抓這裡不列顛的工兵 還是得操作一下 這邊有一個細節操作 沒血的往回拉 閃線追獵 哇這個工兵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 先點先點村民為主了 反正點騎士你也點不死 乾脆能殺幾隻村民算幾隻村民 不過看起來也沒點死幾隻 自己的工兵就全數陣亡了 這裡馬扎爾這一波工兵吃掉還蠻賺的 而且這也算是你玩工兵戰術經常會遇到的事情 有時候你玩工兵你也是覺得我應該要搶一波timing點 利用我的工兵去偷對手村民 可是對手有時候出騎士的時候 你一個不小心沒有掌握好對手的軍隊動向 或者是沒有掌握好對手的軍隊數量的時候 突然一波包抄上來 你工兵真的蠻無奈的 跑也跑不掉 射也射不死怎麼辦 那就做以待斃吧 你也是塞個窄口然後看能給對手騎士多少傷害就算多少 因為大家差不多也都整這樣了 馬扎爾這邊也是上到3TC 不過不列天是直接4TC的 你經濟要好我要比你更好 不列天是持續的掌握他的村民優勢 來到的是20村的差距喔 而且不列天看起來已經在升重裝場槍了 他發現工兵這樣子也是不行 確實也不行啦 你是單純靠弩兵要操作對手騎士 除非數量有落差 不然像剛剛這種情況你的工兵都已經死掉一坨了 你還要應用弩兵去做操作 對手如果騎士再堆起數量 尤其如果對手再補一個什麼投石車出來 你的工兵就更麻煩了 因為你玩如果對手出投石車你就勢必得散陣 但你散陣的話打這個騎士的話 騎士就更好殺 有非常兩難的 你看馬扎爾已經補上工程所了 就是這個打法一定會有這個風險 純工兵還是要搭配一些 裝長槍去反制這個組合 會比較好防守一點 哇 直接連這裡要直接拉村民過來 強壓城堡了 沒有讓我馬扎爾聳聳的發展 而且這是馬扎爾第三個TC的位置 呃城堡的位置下的還不錯 在一個高地而且蠻窄口的 而且馬扎爾是下了弩砲 他覺得他下弩砲可以去串燒對手 布弓跟重傷長槍兵都可以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猴石車也行拉 但弩砲的話更便宜 而且機動性更高 這邊弩兵 找量騎士追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前天這邊的話 重傷兵過來這麼一打 騎士還是蠻重傷的 兩邊門數目前沒有差到非常多 馬扎爾也迅速的在後方小高地補上城堡 因為不列電壓在這邊的城堡的關係 馬扎爾這裡的士人中心 就基本沒辦法工作了 有沒辦法在士人中心旁邊工作 但村民還是可以先造 反正不要出來被射就好了 那右邊這裡騎士 馬扎爾騎士在這邊觀望對手 什麼時候把木頭砍穿還是準備進去了 呵 武士丹丹 哇哦 這邊也有大量的弓箭手 但馬扎爾騎士也不少 這個 有要硬吃嗎 有重傷長相兵在後面 看起來沒有要硬吃 這感覺會重傷 還是準備 沒有沒有並沒有 還是蠻的 蠻這個沉得住氣有沒有 這時候圍上去 那這時候圍上去 確實也蠻危險的 十四隻騎士 但還是有混這個 重傷長相在中間 還蠻危險的 那就看這邊有沒有辦法打穿 但是不列電的僧侶也在這邊做防守了 直接感化兩隻騎士回來 這一波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可以打住 所以馬扎爾這個邊界騷擾也沒有成功 不列電不斷在累積他的弓箭手了 弩兵數量越來越多了 看馬扎爾這裡也 繼續出兵在做應對 但不列電在這個時候 已經點上帝王時代了 那4TC的經濟 再拖下去其實 村民術會落差蠻大的 騎士還是過來這邊要做騷擾 這個不列電直接衝進去了 WTF 這個要幹嘛 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我沒看懂 這是操作失誤嗎 這在送兵欸 嘿 WTF 嘿 這什麼操作 這 這直接進來送兵是怎樣 他感覺像 操作失誤的 這一波弓箭送掉 還蠻虧的欸 剛剛進來甚至連一下都沒有射出來 反正不是說要硬闖 這個硬闖根本不可能 這邊有城堡 這邊有士人中心 這看起來應該是食物 完全不像正常的操作 只有這 死了馬扎爾這一堆騎士在後 不列電家裡有點 戰 戰功封鎖啊 你看 不列電家裡 士人中心旁邊的村民也死傷慘重 然後 這邊外面的 採食的村民也被殺了七七八八 我所幸啦 因為不列電有4TC的關係 他的村民術目前還是相當的領先 也還不算是 不要GG的程度 剛剛這邊的工兵送掉真的 有點太 好傷 好痛喔 超痛的 那些工兵 不少欸 而且都要進帝王時代的 可以直接升強弩的 白白浪費了那麼多弓箭手 也不可能是要清人口吧 那個不列電也沒到200人口 也不需要清自己的優勢兵種 應該就是食物而已 沒有什麼好說的 馬扎爾依然在邊界這裡 用騎士一直在干擾不列電的村民 這裡殺著殺著 這個村民也拉到平盤喔 你要想不列電這邊 可是4TC的經濟喔 這邊拉到平盤的話 那不列電的村民死傷 是確實蠻大的 那前面的話 不列電還是要繼續做禁壓 馬扎爾這時候 也是準備點上帝王時代 不過進度還差了一段 還差百分六十 不列電這個攻擊的效益 其實沒有到很高 主要是 他沒有工程單位 然後馬扎爾這裡 最多是村民被他殺啦 那殺的效益也不是到很快 因為工兵 布弓跟步兵這個 就很踏私人中心的箭 也不太可能就像剛剛那樣子 你這樣闖進來 就整坨死在那邊 那沒有配合工程器 又很難打穿這些牆壁 所以像不列電的情況是 他空有這些單位 但其實沒有造成太大的優勢 這時候進帝王的話 還是得仰賴這個巨頭 去拆掉對手馬扎爾的防禦建築 之後再做進攻會 更加有效益一點 那當然不列電這裡 也是慢慢的把自己的 經濟圖控給推出來了 資源開始外移 後方也持續的再補上弩兵 等一下就準備進強弩了 資源花的有點有點有點兇 所以現在現在到帝王時代還沒有 還沒有經費可以點強弩 天啊 還該趕快點強弩 上方不列電巨頭是優先先拆馬扎爾城堡 那馬扎爾這邊因為剛剛輸了一個時代的關係 還是得先派村民過來先修這個城堡 不能讓城堡陷入的太快 但這邊前面被捅穿了 可是還好險馬扎爾家裡 轉了大量的戰毛兵了 20個戰毛兵 分數現在不列電是領先的喔 那現在反而是這個馬扎爾這裡開始轉 戰毛配上親旗了 因為騎士在這個對局下 其實好像沒有到特別的划算 甚至有在生馬扎爾票棋 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有沒有生那個特殊科技 還沒嗎 那應該沒有大量製造少量製造而已 生一些馬扎爾票棋 然後感覺不像是要打馬扎爾票棋為主 感覺就不小心點到兩隻之類 因為他有看來沒有在主力也沒有在生這個東西 戰毛兵直接站著對對手 不列電這邊操作可能真的是有點 有點跟不上 那都是送掉的兩兩次 我已經看到兩次操作失誤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分數上現在不列電確實還是比較高分的 而且這個巨頭砸得有點開心喔 他只有補了一臺巨頭欸 這如果補兩臺巨頭我覺得馬扎爾有可能 這個城堡很快就會打下來的 可惜沒有這只有一臺巨頭而已 馬扎爾現在一百五十五人口 不列電現在已經快要兩百人口了 經濟上不列電還是做的蠻好 而且分數上也是沒有被拉太遠 不列電也是配了一些戰毛兵在當自己的肉盾 也沒有全部都用這個工兵為主 而且到現在還是沒有拉強弩兵 為什麼呢 有強弩兵啊 食物是不太夠啦 這邊是可以看出來不列電食物是不太夠 所以他沒有特別去留嗎 他不想要先把他的弩兵拉上去嗎 這道蠻罕見的 雖然現在被調整 調整價格的時候是蠻貴的 可是時代兵種不升上去 整體來講還是蠻虧的吧 你看這不列電又沒有注意到家裡的村民 打到後期這不列電的操作好像有點 有點跟不上 乙兵 他面對的是馬扎爾右邊的這一路軍隊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拉回自己的工兵 往回家裡救 家裡這邊全部都是馬扎爾的戰毛兵 戰毛兵殺傷力不大 但侮辱性極強 村民 被打了還是得往回 往回逃 8900分不列電依然的是 散上風的分數 兩邊看起來好像不列電很弱勢的感覺 沒有 本寶被拆掉了 不列電終於補上了三台的巨頭 馬扎爾有一些馬扎爾票在前線 不過這個數量不太多 應該不太構成什麼威脅 主要是這個城堡應該也修不回來的 應該來不及 來不及了 爆 蹦 可惜 這兩台巨頭 完成他的工作了 而且這三個村民在這裡修 沒有手術點他的話 你看沒有拆掉 只能說馬扎爾這裡的操作真的是好非常多啊 這也是我說的二代為什麼 需要很多練習量的關係 有時候你玩二代不是你戰術不行 是你操作不來 對你的操作力不夠 這就是獅一利我二的硬傷 獅一利我二你要打到高階比賽 你真的操作力還是得跟上你的戰術執行 不列天這邊決定要補上更多的軍營 他拉近軍隊的 生產能 生產的效能太低了 還是其實不列天這邊就 沒有要打算打工兵了 他覺得如果他這區打工兵也 沒有什麼特別優勢 所以他是刻意不升 不升他的強弩的 真假 他這裡就已經是改升要升一堆幾兵了 他沒有打算用 強弩兵去跟對手運換 可能是覺得馬扎爾這裡都已經有戰毛 再加清奇了 用那個不列天的 強弩可能也佔不到太大的優勢 可是其實以前 我其實覺得不列天生強弩之後 只要你前線的軍隊還夠多 那個 強弩兵在後面輸出 其實就算戰毛兵站著 也不一定就換得很爽快 感覺不用就這麼極端就不出了 畢竟你還是有兩點的射程優勢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慘 不過看起來這次不列天並不這麼想 不列天覺得我不想要再 重蹈前人的覆轍 對手都克我的時候 我不想再出工兵 對 學聽也不上強弩 我這邊開始以幾兵為主 而且是大量的幾兵開始生產 但幾兵會被戰毛克啊 那怎麼打這個戰毛呢 他也沒有生任何的騎士或者是 或者是工程單位啊 馬扎爾這邊改生一堆的輕疾了 反而是這些戰毛兵對不列天來講有點難 有點棘手 不列天沒有要想個好罰子嗎 不列天是打算用戰毛兵跟對手換嗎 要看不列天家裡的工兵線已經挺慘的 直接改生那個戰毛兵為主 哦 看到我們的馬扎爾 已經拉下科維尼安軍隊了 看來他還是想用他的大肉馬 因為大肉馬 血量跟攻擊都還是比較高嘛 沒有不用他的道理 稍微研發一下 你的城堡就可以跟一般馬舅一樣出 出這個 一樣的輕騎出來 這個戰力還是差不多的 這什麼 竟然 竟然研發安息人 馬扎爾研發安息人 WTF 哎呀馬扎爾研發安息人 為什麼他這個是馬公 騎乘工兵馬公 我確認一下 他要打馬公嗎 他為什麼點了安息人 因為馬扎爾票期也升上去了 然後前線的話不列天 靠著大量的擊兵 這邊往前推 擊兵的話 壓到戰毛兵前面 那戰毛兵確實也是沒辦法輸出來 這裡看起來還是有稍微壓退了馬扎爾的戰毛 但實際上 這交換有到很划算嗎 我覺得也沒有 戰毛兵卡好位置之後 兩邊分數目前也是 一萬億對一萬億 然後馬扎爾點下了安息人 你 呵 然後我再確認一下 我記得安息人 沒有加其他東西吧 就特殊騎乘騎乘工兵馬公啊 沒有這對任何的 復戰單位有加成吧 這個 東亞利清奇 也沒吃到吧 還是馬扎爾票期有吃到這個工 有吃到這個特性也不可能 所以他為什麼要點那個 好我我我一時沒想到 有可能只是點錯 我不太確定 好啦那這邊正面的伯火 依然在激烈的進行當中 不列天還是用他的戰毛 再配上幾兵的組合 完全捨棄了自己 優勢的工兵線 那一樣馬扎爾就 要跟對手對拚這個戰毛了 而且不列天這邊是已經拉上化學 3加4的攻擊力硬比馬扎爾多了一點 而且幾兵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所以不列天是硬壓幾兵上去做交換 但殺傷效益是真的還好 拆拆這個巨頭也是拆了蠻久的 加上馬扎爾這邊已經成功的把 不列天這裡的城堡給炸掉了 所以其實這樣子交換下的話 這個幾兵等一下應該也 也會重傷啦 不過前面這邊看到不列天交換 對手馬扎爾單位還是換得不錯的 看來這個幾兵遠房高達4連 情況下硬壓馬扎爾的戰毛兵 這裡靠數量壓制還是有一點點那麼起色的 只是邊界這裡好像是村民來這邊燒 還是對方那個馬扎爾過來騷擾一波 剛剛沒帶到 這邊馬扎爾在下面其實一直有派馬扎爾 馬扎爾票齊進來騷擾對手的村民 而且馬扎爾票齊的殺傷有十四點還蠻高的 這個不列天的村民有點被殺的蠻多的 已經掉到剛剛九十幾村而已 現在補回一百村 但馬扎爾這裡已經是一百三十二村了 後期牆壁蠻難拉的 你們看到沒有拉起來的話 你看邊界都還是會被小型部隊騷擾 那正面這裡 變成就是要打消耗戰嘛 反正 反正我硬壓你 我支援兵力高 我可以用幾兵跟你換 然後你看強弩兵還是拉上去了吧 不列天最後還是有 你看這幾隻強弩兵 十點射程欸 馬扎爾這才八點射程而已 你看這馬扎爾票齊進來還是 騷擾對手蠻兇的 不列天在帝王時代這個時間點 自己的村民被這一波干擾之後 感覺後繼的部隊不確定能不能接上線 因為馬扎爾這裡分數已經是 有點反超了 一千三百分的落差 也不算低 也不算太高 帝王時代的時候的分數都還可以 還可以忍受 不列天這邊還是有專有注意到這件事情啊 派的村民到前線要把這個十強拉起來 尤其在這種 多線操作的情況下 他拉這個十強還是 很難被發現的 結果真的 馬扎爾轉馬功了耶 直接轉重裝馬功耶 超飄的耶 哇 馬扎爾這 突然就一個轉重裝馬功 要反制對手的幾兵耶 看不列天這裡有強弩兵啊 還有戰寶兵啊 雖然 點了那個安息源之後 重裝馬打這個幾兵好像會變痛 下這個 哇這馬扎爾 好飄喔 直接轉這個兵讓我想不到 那這幾兵被殺的速度也是蠻快的喔 點了安息源之後 你看這個 特製的效益又變得更好了 下方的話 馬扎爾票棋還是持續的在騷擾這個不列天 這裡 都還是在拍這個單位在做騷擾 而且前線 馬扎爾的重裝馬功突然一個爆發 Holy shit 這竟然直接把不列天前面的幾兵直接偷掉了 這馬扎爾非常的 非常厲害喔 這個轉兵 轉的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 我剛才想說他真的要打馬功喔 還真的要打馬功 這轉了一波馬功之後 反而是把不列天這裡的幾兵趕回家了 那這個 安息源點下去之後這個幾兵完全站不住腳喔 而且重裝馬功的遠方也高達六點 其實也不差 血量八十 硬跟對方的不列天強弩換 有時候還是 應該說還是換得贏 如果對方跟你站裝的話 而且邊界這邊馬扎爾 一樣是有在分一些票題在這邊騷擾 他也不是說完全就只打正面而已 馬扎爾這邊 憑藉他多線操作的能力 上中下路 全部都在打攻擊 而且完全已經不怕不列天這個幾兵壓制的贊助 阿 哇這個 哇這個真的是厲害 我只能說這個轉兵真的是厲害 確實是沒想到 可以打這麽一手 重裝馬功這樣一轉之後 不過不列連有點有點 有點幫 有點幫 這裡感覺要直接轉強弩跟對方的馬弓運換 有射程優勢做拉打的話 還是可以啦 但其實馬扎爾是可以再補那個青旗的 青旗壓上去的話 強弩這樣要打也不是太容易 我看正面這個馬扎爾的馬弓 哇 猛了 突然猛鼓化起來 奇兵 感受到了痛苦 哇 不列連這個點贊號了嗎 他突然拿這個巨頭開始砸對方的馬弓了 你看這直接戰裝要硬換 我真的沒辦法離開前線的這個 這個戰線 有沒有這馬扎爾一樣出那個青旗嗎 青旗保護一下自己的馬弓 不過說實在拉布弓打馬弓還是有優勢的拉 而且還是不列連的布弓 這個換的話性價比沒有到很好 那不列連這裡也是快速的就 堆起自己大量的強弩兵 那現在馬扎爾要做的事情就是 保持自己前線的肉盾 利用炮灰 然後掩護自己的馬弓做輸出 下面這裡不列連封牆也封得非常的好 連牆壁都拉起來了 破大自己的經濟損失 但其實也損失蠻多的 不列連村民現在剩下96隻 馬扎爾有128隻 不好說 不列連這裡 做拉打利用射程優勢 兩點兩點的做拉打 那兩邊也都看一下馬弓 重裝馬弓這邊是十二點攻擊力 不列連是十點 但憑藉著兩點射程的關係 不列連在後期還是蠻煩人的 不列連的幾兵要做防守 但是後方堆滿馬弓的情況下 這個幾兵也站不了幾秒鐘就直接倒下 幾兵倒光之後馬扎爾直接把青棋往上頂上去 這裡讓對手不列連操作起來是相當困難 後方馬弓持續的做輸出 不列連出來的幾兵被馬弓盯上的話 瞬間就死去了 這裡肉盾死光 趕快再往回拉 做消耗 因為馬扎爾這邊在打破這邊的防線 要直接打核心 下方這邊的話 說實在這邊是困住了馬弓 但這邊還是有口的 等一下不列連是到處都在失火 你看 導致不列連現在的經濟 負擔有點大 馬扎爾這一波後來轉了一個重裝馬 真是 神來一筆 這邊也是 不列連前面正面直接被那個 重甲衝 衝上車直接打穿之後 正面的經濟也要爆炸 不列連這邊 剩下的強弩兵 全村的全村的希望了 沒有辦法出這些馬弓 看起來是有辦法 但自己家裡的經濟在哀嚎 全縣的村民都該被殺的差不多了 掉到93村 而且馬扎爾這裡 也沒有停下他馬弓的腳步 馬弓跟親奇混合出 馬扎爾這邊是兩百滿人口 不列連這裡人口已經開始往下掉了 GG打不贏了 結束兩比賽 那這邊記得給這影片一個喜歡 點贊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有興趣追蹤我的第一時間消息 重大消息 以防向之前被到的事件的話呢 可以加入了discord 可以在我的頻道簡介處找到這個資訊 這場比賽 打得非常精彩 我覺得馬扎爾這裡轉兵真的是轉得非常非常非常之漂亮 後來轉這一波馬弓是直接抑制的不列電這個幾兵的戰術 那幾兵是瞬間 瞬間乏力 看看馬扎爾這裡哦你看 他點了安息人之後 特殊的騎乘工兵對重裝長相兵的攻擊力就加2 然後我沒記錯的話這應該是 這對這一線的單位都有加成吧 應該不會說幾兵就沒加吧 我不確定 應該是應該是對這一線都有增加 所以馬公對重裝長相兵攻擊力加4的意思就是 他對那個幾兵攻擊力加4 這一點下去 重裝馬公打那個幾兵是直接切豆腐一樣快 那這樣變成不列電前線就已經直接失去了戰鬥能力 後方強弩這邊在跟對方做互換的時候 其實換的贏啦 不列電不攻很強 這跟對手換那個馬公是換得贏的 你看前面這邊戰線看起來好像很膠著 不過 不列電是慢慢在贏得這個前線的戰鬥 為什麼GG 因為他後方的經濟GG啊 這經濟追不上 你在打過程中就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差距了 你看這裡 這邊全部都被馬扎爾的輕騎做騷擾 你看馬扎爾這個主打輕騎的機動性 雖然這邊是有把對方一些單位困在裡面 不過沒有什麼無際於是喔 馬扎爾這邊突然被對方的石牆關起來 不過沒有差 因為這邊都還有洞 那後期是因為我要做完 做好這個完美防守 真的太困難了 你看這後期這全部阿拉伯也沒什麼樹林 而且樹林也會被你自己踩爆 踩爆的情況下你要怎麼樣去防守每一線 我覺得這就算是最前端高手也很難做到的事情 就是遊戲設計的問題 沒有要打算讓你到後期的時候有那麼好防守 尤其阿拉伯這張地圖就 全線防守太困難了 因為你一併要抵擋前線 一併要做好全部的防守 你又不可能說我真的在每個地方都插滿城堡 那後期市任中心的防守效果也有限 然後那個馬扎爾票旗 或者親戚進來跟你換你的村民不能工作 收回去 一來一往長久下來 你的經濟都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失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確實是 操作操作來講不列電這邊是 輸的阿 然後轉變的意識上馬扎爾這邊真的贏蠻多的 最後這一個這一手真的覺得漂亮 他轉真的中招馬公 真的打的一個措手不及 最後整GG 投降比賽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是一個相關對戰影片 我們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拜拜